保存了所有的程序的列表 这个时候可以选择新建 新建一个文件 给这个文件进行一个命名 艾利特的程序命名是没有限制的 既可以是纯数字 也可以是纯字母 也可以是数字和字母的结合 好 创建完成之后 我们新建的这个文件 就会出现在文件列表上 这个时候选择打开 这个时候选择